洛莉啊挺喜欢这个老头克拉克啊 就是跟他一块在大厅走的那个人 他们有一个就算是在这个议会大厦里吧 叫one nation一个民族 这么一个算是餐饮俱乐部似的 大部分参加这个俱乐部的人啊 都觉得自己呢算是国家保守主义的守护者 比较温和比较中庸 但是呢又富有同情心 克拉克啊就那天呢 坐在这个俱乐部的一个大会桌的那一头 他啊一向是对卡梅隆的一些那些特别顾问啊 因为觉得太年轻 而且只是讲卡梅隆喜欢听的东西 所以他的批评总是非常的言辞犀利 而且具有无比的挑衅性 更不要说啊 他呢就是关于伊拉克呀阿富汗的问题啊 他对那些同事啊 那些观点是一直不赞投的 不过他这个人呢 是不会强烈的要求你跟着他一样 哎去反对这个投票反对伊拉克战争啊什么的啊 所以当时在关键的时刻啊 唯一投反对票反对跟着美国去参与那个伊拉克战争的 他是唯一一个 在茶室和走廊里啊 其实你绝对缺不了能听到各种的八卦呀笑话啊 即使是一个很严谨的 以前是个做学问的一个学者现在当议员了嘛 可是如果啊 啰里想跟人聊聊什么 现在的这个政府的政策呀 咱们聊聊辩论一下啊 立刻啊就把这个话题小方设法的 给你转移到聊八卦呀 聊晋升啊 聊权力呀 个人的那个命运啊等等的啊 就是跟这个国家毫无关系的话题 这就是一帮在议员里边 众议院工作了几十年的国会议员的大部分人的表现 所以啰里就说这个 这个圈子啊很毁人 国际发展国务大臣叫安德鲁米切尔 是这个人 另外呢还有一个是欧盟 负责欧盟欧洲部分的那个部长叫利丁顿 这两人啊 也天天的喜欢在这茶室里边啊 或者这个俱乐部里啊待着 呃跟罗米一样啊 就喜欢拿那个镀银壶的那个 那个有一个带瓣的那种啊 喝这个下午茶 另外吃点那个黑巧克力松露 经常啊就是喜欢吃的啊 大家就比如点完了搁在这吃吧 到最后两块的时候啊 都会想方设法找个理由 把那最后那两两块松露给霸占了 很有意思就是呃好玩 嗯当然他们的友谊我说过了都是在这个走廊和这个八卦 啊十里的茶室里啊还有就是平时因为回不去家啊都在这吃晚饭啊 哎建立的深厚的友谊 安德鲁和其他的四个议员一样啊都是就是 玩政治世家了应该就说爸爸那一辈就都是议员了所以他们认为啊在议会里边的就像一个呃职业生涯就是一个工作可是你跟他在一块混呢 你跟他聊从来比如说他是负责国际发展的其实就是有点像那ngo 那样的就是那个难民啊什么呃贫穷啊就这种的啊可是你跟他在一块从没见他聊过什么卢旺达呀哪块挨饿了呀怎么的经济怎么样了啊因为你是负责这个你忘了扔钱呢呀他呢也不像洛琳那样啊天生个性里边就喜欢那意思就是我要拷问这个政府鞭打这个世界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整天抱怨的话题就是哎呀怎么又加班啊今儿晚上又回不去了呃还有一个抱怨的就是现在你看这个弄的吧你看我们过去啊大家没事就在一块呃晚宴啊我们像一个团结的民族一样的团结的一起吃吃餐 现在啊一个星期就一个晚上能够干了因为什么呀他不是改革了吗不让尽量不让晚上那么晚再投票嘛呃有时候就六点多七点钟就投票最一轮就大家都赶忙回去了 这个人呃呃因为跟罗里老在这个茶室见面嘛慢慢的也就成了喝茶的老朋友了他呢还特地给罗里啊规划了一下他的这个 呃政治生涯也就是说职业生涯呃也就说你在没成为被某个首相认定的内阁大臣或者是部长之前 你先忍着哎你踏踏实实的做后后边的后座议员做几年 呃另外呢你把这议会的整个程序啊你大概的以后就了解了解 甚至呢可能啊你呢幸运呢被党编给选中了让你呢跟这个党编办公室里边啊呃再干几年就是作为一个高级助手这样的 当然肯定呢以后啊慢慢的你干的时间长了你就能当个小部长啊什么的呃当然了你一定要在这个期间格外的珍惜自己的这个小的这个权利小范围 等你这个任期完了以后啊你踏踏实实哎任劳任怨的不吭声的继续回去当你那个后座议员去等机会等机会你去能够哪天进到某一个专门委员会哎完了呢在这个呃 范围里啊比如说像那个外交事务啊国防啊或者什么的啊呃电力呀什么这边反正你得在这儿啊通过在这委员会你得弄出点权威感觉来 以后就有人就知道了哦以后比如我要任部长的时候必须找他了因为你的年龄积累啊你到这儿了当然经验也在了你听他整个跟罗里 规划的这个政治生涯啊这个过程特别像在描述一个就是红葡萄酒哎在那个古老的酒窖里边整个怎么发酵啊你怎么从葡萄摘起呀整个最后成熟到卖到出瓶整个过程那么一模的一样似的 罗里听着啊就心里边嘴边里肯定已经不敢说什么了心里边就看着这些人的 一生是这么过的他自己就感叹我可千万别想他们 2010年的7月啊卡梅隆特地邀请罗里啊去他的首相相间别墅 这个很有名叫chicks这个chicks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民导人也去过啊就是比较著名的 尤其你夏天的时候都会在这来啊这英国人呢就是这种楼他也不给你改 嗯就在跑到这来干嘛呢他们这要办个研讨会 专门研究阿富汗问题 这是第一次罗里觉得啊终于参与到了 可以讨论一下他关心的国家政策问题 可是啊他就还是不懂事 他根本没懂这是卡梅隆给了你一个荣誉 因为新上来这些议员啊没一个被邀请的 这真的是在参会的里边啊 议员里边他算是政治履历里边最年轻的了 可是他觉得呢我在阿富汗这我又了解这个地方 我又步行了三年我在那NGO又工作 完了我又不断的写文章就是关注阿富汗啊 伊拉克这些地方啊 我怎么着我这十年经验了 我被邀请这不理所当然吗 后来啊他才觉得他自己太天真了 自从奥巴马宣布啊继续向阿富汗增兵十三帮士兵 呃当时是说呢这个正好针对的这个要打赢塔利班反扑啊 必须增兵了要不然的话塔利班就又过来了 另外呢就是要整顿一下阿富汗这个国家呀那那那点人不够了 这个时候其实啊增兵这个宣布已经过去两年了 呃而且奥巴马直接也宣布了说我们哪哪年哪月啊我们肯定是最后要撤了这是最后期限 另外呢也提出了阿巴战略阿巴战略就是什么呢 其实就变相的呃大概是呃意思呢就是跟塔利班也接触啊跟巴基斯坦也接触 呃另外呢就是你的巴基斯坦呢你最好是能够管住你这个塔利班 那罗里啊一直觉得呢英国呃在这些问题上啊其实面临了三个问题 就你要讨论啊你就奔着这仨讨论就行了一个是他这个增兵有意义吗 能胜吗对吧这是一个二呢你跟巴基斯坦能达成什么政治解决方案吗 也就是说你摁住这塔利班让他承认你推举的这个联合政府吗就是卡尔加伊的政府吗 这怎么解决如果巴基斯坦不认怎么办 还一个你能不能就就是不把整个国家交给塔利班啊完了你还能撤军 你撤了军等于就是把阿富汗还给塔利班这就是罗里的观点也就是面临的问题 但是他觉得啊这些问题其实很多人一直在思考打了十年了在阿富汗 大家还在那讨讨论而且你大家谁了解阿富汗的农村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九年十快十年你在那做什么了 为什么塔利班在农村那么受欢迎他依然还把你困在这个城市里面 另外呢就是说那些外交官那些一厢情愿的想法还有士兵有很多的这个想法 是不是他的直觉是对的就是我们在这怎么打都没用 但是呢我们走不了 好 罗里认为啊 呃卡梅隆当然是肯定想解决这个细节的问题 但是呢他觉得啊你天天的这个讨论这个啊完了你要关注 他认为卡梅隆根本做不到 首先啊当时英国内部的也有很多事情需要手下来解决 一个是他的卫生大臣的改革正在改他的卫生系统医疗系统 另外呢就是公共邻居现在呢没钱了吗政府想卖币行不行 另外呢就是各种的什么就是飞机啊三叉戟的各种辩论呢 还有他的勾火晚会他也要办呢拉民调拉人呢 另外呢就是他的民调数据天天讨论 呃现在民众的关注什么事情啊完了以后我们怎么应对啊 这些会议啊已经晚上日程表填的满满当当的了 所以你这个能抽出这一个天数啊来讨论阿富汗大概已经不得了了 但是卡梅隆其实是希望啊呃你光这么讨论一下没什么意义 你不如啊任命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一个国防大臣 甚至啊就是专门跟针对阿富汗我弄一个事务大臣走可以了吧 即即使啊不是在内阁里边你外请一个也行啊 哎就是专门负责这个就跟那个美国似的啊 我有一个阿富汗特使这样了 你比如那个其实那个时候啊这个哥德布朗啊就让联合国当时有一个很资深的一个外交官去担任的英国的非洲事务大臣的 哎那后就效果就挺好啊 可是啊这卡梅隆呢好像啊根本也不打算什么请教这个国防部长啊还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啊这些人的意见 他直接啊就说我们就直接在这个研讨会上我们就研讨一下啊完了呢就把这个政策就可以定下来了给给我一个启发 其实他这里边说的啊呃意思就是说现在的英国首相呃不听意见不征求专家意见呃比较的独断的这个风格他是不满的 坐在这个非常古老的传统的那个大餐厅里啊卡梅隆旁边呢不是这个罗里旁边啊坐着一个卡梅隆的一个密友 这个密友呢就跟他说啊呃你知道吧卡梅隆啊他觉得他自己啊在阿富汗这问题上啊绝对是专家级的知识 嗯而且他非常的自豪 卡梅隆啊自称自己是访问过阿富汗的次数比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都多的 嗯认为呢他比谁都了解阿富汗的历史地貌和预言而且呢他呢直接就说我去过 动乱最严重的地区轻耳听的那子大嗖嗖的从我的头头顶上就过去了 罗里猜想 嗯可能啊 卡梅隆确实在阿富汗这问题上呢要比其他的事情可能多一点但是呢这只能证明你是一个精力充沛的首相 首先呢因为你搞这个罗里都知道我就管我那一小片区我都快忙不过来了 从时间分配这个常识上看你想一个首相对一个事情如果要了解啊或者说说他真正的了解简直就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罗里自己都觉得我即便在那个地区干了十年了我在阿富汗都三年我都没敢说我对这个国家敢有发言权 卡梅隆一生呢是去过阿富汗大概三四次总共嫁起来也就八九天 而且呢每次都是站在一个重兵把守的那个高高的屋顶上 哎完了一堆的将军士兵簇拥拥下哎也就瞥一眼阿富汗的风景而已 嗯而他自己说啊他自己都说说我只需要参加参观几次我们英国人赞助的那个 NGO的项目我就能知道阿富汗人现在的普通生活是什么样了 我们做的贡献多好啊你看看 大概啊英国首相这个职位要求啊 嗯就是这是讽刺了就是你对自己的知识这么匮乏啊 嗯他充满了自信 当然他也静静的坐在那啊平静呃听大家的与会来的那些邀请者啊在那发言 嗯在那个巨大的那个大项目的那个大桌子前边 罗利呢发言的时候呢肯定就是重复自己过去文章和他不断的出的书里边啊提出的论点就是反对再增兵但是反对全面撤军 罗利担心的是啊你只要是完全撤出阿富汗那你就直接就宣布现在的政府跨台就完了而且塔利班立刻就进城接管这说的啊全部现在都实现了他当时一直坚持的就是什么呀清装上阵长期坚持就是我的兵派的不多但是我就在这给你扎了一个钉子在这你塔利班就不 不敢多折腾这话真的还真有道理你知道吗但是你你想啊这往里边光光光挣扔钱这个部队里边也说我盯不住了啊我们现在这个营地都出不去一出去就挨打那怎么办啊当然卡梅隆肯定也是不同意罗利的观点的等大家都发言结束了以后啊卡梅隆就明确表示说我 我现在已经听到了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两类的这个观点这罗利的呢就是一派的而那个另外一派啊就是叫理查兹将军的这其实这个人呢罗利跟他在阿富汗的时候就认识了两人其实在很多事情上啊意见是相当一致的 当然也肯定有很多的分歧 肯定是赞同理查兹将军的那个论点的等这个研讨差不多结束了啊卡梅隆就说呢说我都看着了啊呃现在两大理论但是我准备 第三种选拨你们这些都不是我们不会马上离开因为工作还没完成但是呢我们也不能无限期的待在那因为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没有尽头的战争 所以我们也得跟美国人一样设定一个期限 呃另外你看看啊美国都已经花了500亿美元了吧我们也花了30亿英镑 美国在那十多万的人呢我们派了不到一半 可是呢我们英国为什么必须参与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战争中啊不能让美国呃主导了这个影响力 我们也得跟得上 其实你能看得出来啊每一次的美国挑起的其实英国一开始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后来不得不跟上就是因为 哇不进这阵营没准以后我连这个阵营都进不来最后啊卡梅隆的结论就是我们呢应该把这个精力啊呃关注于怎么培训这个阿富汗他们自己的这个国家军队和警察上 哎这个呢是我们以后可以撤离的一个最佳的途径呃我们英国已经拨出了好几万几百万英镑了就是为这个培训 可是啊 罗里心里想啊我刚才不是讲了吗 美国人已经花了一百二十亿了就是培训这事效果怎么样啊 当然卡梅隆啊他也承认他上次去这个阿富汗的时候啊呃那个时候他就参观的一个英国的警察培训学校 结果啊他也呃无力的感觉到了一百多个新兵只有八个人 勉强能写出自己的名字 完了呢也就这八个人勉强的能扔出五位数以内的数字 而且在现役的警察部队里边仍然每年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开小车 甚至不光开小车啊是拿着枪拿着武器 开小车 你没辙吧拿着武器人家回家 他就能够建立一个自己的小民兵队伍了 卡梅隆呢认为呢英国现在的做法绝对是务实的而且是比较强硬的 阿富汗需要一个法治的有这个个人财产权的概念的一个体面的联合政府 而且呢是公平选举出来的 呃在他认为呢这才是英国人想的让这个地方有可持续发展的光明大道 当然他一定会帮助卡尔扎伊去 呃让他的这个真正的阿富汗人自己去管理他的这个政府发挥他的作用 呃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政府里啊 怎么任命省长因为不这个阿富汗的明买的全都是任人为亲嘛 呃不效忠根本甭想 另外呢就是说你应该通过法律来干你这些事 你这腐败也太厉害了 就这些问题你都得解决 那么呢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会在什么时候撤军呢 就是这些东西啊都达到了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一个程度 的时候哎双方呢或者说所有方啊都满意的一个稳定局面的时候我们在撤 后来并不足的去你妈一看这地儿什么时候都满意不了 当然他也明确说啊说巴基斯坦的总统也跟我保保证了啊 说我们愿意帮助这个解决这个恐怖分子的这个呃安全庇护问题 哎我们呢也会把这个三军局过于干涉阿富汗的这个事情啊呃控制控制 卡梅隆那时候啊已经计划的要邀请这个阿富汗的卡尔扎伊跟巴基斯坦的这个卡尔扎伊啊 不是那个当时是谁来着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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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飞机不让他下来那个哎跟那个总统俩儿 可是啊他当时邀请这两个总统跟他聊啊他是说你要跟那个 跟你以前并肩作战过30年的那个圣战者那些圣战组织那就是恐怖分子因为你现在给他定成恐怖分子了嘛 可是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这边人家认为这是跟我们并肩作战的我们的伊斯兰兄弟 他那意思你得跟他决立 洛丽说你觉得能实现吗 另外呢卡梅隆还表示说啊说我们一定会促成他们的这个某种程度上的 嗯消除腐败哎连接管理 嗯让所有人都满意的情况下我们再撤最后他又加了一句 说你看啊这撤不撤军其实阿富汗没事啊你看 嗯苏联人那时候撤阿富汗也没崩溃呀是不是说明什么呀你看我对阿富汗太了解了我了解历史 而洛丽啊这时候才明白这被隆重邀请来就是个邀请 作为一个民选的政治家他突然发现他对英国的这个尤其是对阿富英国对阿富汗的政治政策的这个影响力 可能还不如哈佛大学一个教授写本书或者是给奥巴马那边提个建议影响力大 其实后来他觉得反而他后来成了议员以后他影响力反而更小了 因为你在党外啊你嚷嚷的声音他还会注重你因为有民调啊或者有什么你的文章出来啊 所以后来他为什么坚决离开这个议会了宣布我就在党外改革政府了 这就是他在这个不断的在这议员里议会里边啊他体会到东西 就是你看你一个议员你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啊 你的首相其实根本没想听你 自这个议会啊就伊拉克战争进行辩论以来啊已经七年过去了 当年布莱尔在那个议会大厅里慷慨激昂的那个演讲啊还记忆犹新呢 所有的政要们都在包括那个听众那个观众那个旁听席都坐满了 因为大家知道出大事了 但是啊你看看七年过去了 这一天正好要讨论阿富汗的议题 结果呢到这个会议大厅啊一看啊四分之三的座位都是空的 连前排啊很重要因为你要发言嘛 那一排都尤其是主要是重要人物打的重要人物啊什么的啊 也是一个人没有 只有三个政府的部长 还一个反对党的发言人不得不出席在这 连洛丽他们那波啊比较有些就是新上来的 还有一些就是雄心勃勃想干点大事的那些精英们也没一个出席的 阿富汗被抛弃了 这是一阵道你懂吗 在这次的这个辩论会上啊 国防大臣先发的言 他说有些人啊老说我们下医院什么啊 关于国家呀什么什么的啊 越来越无足轻重了 我们的省政部门也变得太强大了 今天你们看 我们这就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转变嘛 是吧 他这一夸马上在座的几个人啊 立刻就在那点头 洛丽啊就悲哀的看了看那个空荡荡的大厅 在他心目中啊 没有比阿富汗的问题现在更重要需要讨论的了 但是呢没有人员 只有几个稀稀拉拉的议员呢申请了要发言 可是他们发言呢在洛丽前面的那几个啊 内容都跟好几年录的那录像似的就重复 永远都是在说啊就是这个不仅仅是一次军事行动 就说我们还要为这一样 国防大臣听完了立刻点头表示同意 完了呢另外一个国防委员会的议员起来又强调了一句 塔利班就是个坏东西 所以我们的付出花的那些钱都有用 只有一个上校呢这时候张口说了话 说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的一些决定做的对还是不对啊 我觉得呢不够好 洛丽听到这话还当时心里边一喜 终于有一个人好像跟自己差不多了 结果没想到这上校接着说 但是我保证 哎我们现在还是很乐观的 一定能够达成我们最终的目标的 而且让我们的部队安安全全的回家了 而且让那些死去的生命觉得我们是为一个有价值的事业而奉献的 这洛丽立刻这心悲伤如笔 完了白说 前边的那些没有一点意义 后边的也没有一点意义 而这时候呢国防部长呢 继续对这个上校不断的点头 深表赞同 然后啊就赶紧就补充说 你看我们在这个治安上啊安全上啊 经济增长上啊 人权法治啊反腐啊 这些都取得了多么大的进展啊 对不对 你看看塔利班 他也就在南部的根据地里呐待着了 大片土地 现在不都成了这个现在的这个政府的了吗 而且你看现在的这个国家这个安全部队 那个地盘也在不断的扩大呀 那塔利班的高层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是吧 现在的补给有限训练也不足了呀 洛丽当时心里想 他是在说阿富汗 他怎么 现在我们这个议会 像不像1969年 美国参议院在讨论越南那问题啊 在洛丽观察 这些发言的议员 他们好像关心的 就是他们的这个发言内容 能不能够被报纸给发表了 有一个叫博明汉的议员啊 就说说那个我们应该向当地我们那些医院表示致敬 而另外一个议员发言就说 我们要对当地的我们的英国的在那儿的志愿军们表示祝福 全是空讨话 狗屁没有用 你们讨论阿富汗政策呢 对不对 而有一个叫 比较大家都知道呢 是一个对欧盟一直持怀疑态度的 有一个议员 结果啊 没想到啊 开始长城大论 而他讨论的内容呢 却是在怀念大英帝国 他就说啊 你看啊 我们伟大的海军当年在那些英雄 当年在1805年的时候指挥着我们舰队 他们怕丢胳膊和腿了吗 结果啊 这大厅的人啊就开始笑了 完了他赶紧说 哎呦错了错了错了 我这不是对他们的不尊敬啊 我只是想说一只胳膊一只眼睛 笑声 哦又起来了 你就是这议员的这水平 结果呢 这上校又继续说 我下个月啊 我就要到那个特拉法加之夜的那个碗面上去发言了 所以呢 我在这啊 我得把话说清楚 说着啊 说着啊他还特别愉快的环视了一下这个会议厅想等着这个大家的反应了 他身杂 他身杂 至监 至监到一直坚持当议员 你都不能来开会你当什么议员的 你你你好不就一年恨不得 也就几天 十几天你能上班 对吧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而且呢你还不能把他给辞退了 因为呢人家身残治奸 接着啊就是那些什么 呃外交事务大臣呢 还有这个专门管国防的一些人啊 就是开始说那已经 乐观的这种一听啊 就是喊口号的那种东西 洛丽就觉得呢 你们是在说阿富汗 当然啊 在这个所有的发言里边 都有一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个个都提到这都赖美国 所有的问题都归绝于美国人 要这么干的 洛丽啊一听这些人这么发言啊 立刻想起来美国克里 有一次在这个会上啊 包括辩论 包括他也认识洛丽啊 俩人聊过阿富汗的这个 呃就是民族成分啊 民族人群啊 这历史啊 包括当时他们俩相遇的时候啊 正好在阿富汗的那个第四大城市 马扎里沙里夫 在这里边两人就说 这里边有多复杂的民族构成 那种知识 那种自信 那种清晰的思路 让洛丽看着眼前的这些英国议员的水平啊 感到无比的羞愧 大概只有三个发言的啊 还算是例外吧 有一个保守党的议员就说呢 那既然要撤军嘛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想一想啊 不能都撤吧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那建一个长期的一个战略基地留在那啊 是吧 你得监督啊 结果他刚这一说完 另外两个议员就开始就反对 不光反对不说 一直在对这个英国政府参与到阿富汗的战争进行了强烈的抨击 就是你们花了那么多钱白干什么都没有用什么什么的 总之吧 好不容易啊 话题转到了英国对阿富汗的政策上了 结果呢 本来啊 应该说大家就觉得这个花的钱又多 你收的效果也不好 我们现在应该用什么政策呀 大家出出主意提提意见意呀 结果啊 那些赞美医院的赞美士兵的祝福士兵的那些人 好像啊突然一下失去了辩论或者提意见的兴趣了 有离开大厅的 那没离开大厅的干嘛呢 全都开始低头玩上手机了 好吧 因为时间长了这一段讲不完了 接着讲完吧 结果啊 好不容易轮到了洛丽的名字了 给了他六分钟时间 当然肯定洛丽的那个观点 其实文章里边早都写过了 就是反对增兵啊 而且把这个增兵的那些荒谬的地方全都给你说了呀 另外呢也反对全面撤军 结果呢 他这六分钟讲完了 后边那个发言的议员上来以后 一开场 全都是那种客套话啊 说虽然我不太肯定 自己完全理解了 尊敬的洛丽一员所说的话的逻辑 当然这事我们过一会儿啊 我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他整个发言再没提洛丽的事情 也没提到阿富汗的事情 好